就算下着雨 农民还是要带着工人来到园区 将已经被陆菌病感染的葡萄全部剪掉 算起来已经剪掉两块大约占有一公顷的葡萄园 位在丰丘村栽种果农的林先生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绵雨近来连雨水多 连续下太多的天的雨 造成我们葡萄被病菌细菌侵入 所以产生一些果实有瑕疵 如果再继续留下来的话 品质也不OK 干脆我们就忍痛割舌把它都剪丢掉了 相对我们已经浪费半年 之前投资的东西都已经成本都已经损失了 然后我们农民嘛靠田吃饭 雨下的太多 我们风险相对的就大 造成目前的受损就是因为雨水太多 新一项已经进入葡萄的采收期 但因为二三月份的时候遇到连日的好雨 这个时间内结果的葡萄就容易感染陆菌病 从落月初开始农民就只好陆陆续 将整片的葡萄苑剪掉 刚好这段期间是我们新一乡的葡萄的生长时期 那也是第一期的下果的葡萄 那我们的农民很多到最近几天的好雨 还有一些气候的影响 那在差不多在两三个礼拜前 那因为后来因为雨水过多 还有陆菌病的发生 那目前整个葡萄就像刚刚画面所发现的 就是已经呈现了没有办法去做收成 那我们的农民就必须忍痛来去做栽畜 那也是希望说再拼这一年的第二期 新议员陈主委表示农民靠田吃饭 也希望农政单位能够向中央反映 给予适量的协助 今年的葡萄可以说非常适合 每一天都都是落到大后 这对了我们所有的农民 包括我们的农组园都非常坏经营 落后对了葡萄三星追凶 所以很多葡萄都都是来加掉 也减轻到他们的收入 所以所以在这里要向我们农政单位 可以多多向我们中央 整出保障这些农民 对着葡萄孙息的农民 多少来给他们做一个保障 种丝系加上高温 容易引发陆军病等病虫害 一个运气不好 就是赔了整片的葡萄园 答应专家认定不算是天灾 因此农民无法申请灾害补助 也让看天吃饭的农民相当无奈 记者邱平一新的采访报导